哈喽姐妹们 之前有的姐妹问我头发为什么这么多 叉叉告诉你们 我是接的 我准备过来先去把它拆了 你们帮我想一想到底染个什么颜色呢 好开心呀 我今天又要自己动手做烤肠了 烤肠肯定大家都不陌生 你们平时还是什么样的烤肠呀 烤肠上面可以花一点那种小花刀 锅烧肉可以放一点橄榄油 把肠上面煎一下 哇 我已经闻到香了 煎成这样有一点焦焦的感觉 就可以起锅了 现在用我准备好的竹签来把它们穿上 我的妈呀就问这一盘谁能点得住 先来一个黑猪肉经典原味吧 好好吃啊 它这个口感超级的扎实 非常的劲道 超级棒 嗯 看这里面有芝芝的 黑胡椒味其实我也挺爱吃的 芝起来就是肥瘦相间 麻麻辣辣的反而有点伤头 还有这个芝士的一定要趁热吃 芝士混合着肉汁留在嘴巴里 我的天啊 我不在啊 太浓郁了 看着黄黄的芝士 可觉啊 最后一个虾肉跟猪肉的结合肉肠 你想试试吗 我先吃为敬 它这个其实就是不辣的口感 脆皮咬起来贼太劲 哇 这个好吃的菲池 你们呢 有机会一定要体会一下我这种大口干肉的快乐 剩下这几个也让他们尝一尝我的手 一